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零件是 散熱器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您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大家按讚加分享喔 想像一下當我們在激烈運動時 當然希望待在一個通風涼爽的環境下 如果一直待在悶熱的地方 一不小心中暑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此散熱器對於電腦來說也是相同的概念 不能讓電腦一直維持在高溫運行 以避免零件受損 電腦的散熱相當多元 各部分都有自己的散熱風扇 不過在這邊我就只提大家最關心的 CPU散熱器 在購買散熱器之前 要先確認包裝上是否有寫到支援你的CPU角位 Intel陣營常見的角位 20XX、E15X 而另一邊AMD主要的 則是AM4 以及較高階的TR4角位 千萬要注意購買之前要確定 別買錯了啦 不過通常第三方廠商所販售的散熱器 都會包含這些主流角位的扣具 所以購買時沒注意到也不用真的太擔心 高度跟角位一樣需要特別注意 但注意的地方不同 能裝多高的風扇 與機殼的大小有關 不過別擔心 通常機殼上面都會寫支援多高的風扇 選購時注意一下 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TDP的英文全稱是 Thermal Design Power 字面翻譯就是熱設計功耗 通常CPU都會有標示 而CPU散熱器也會標示 但代表的意思可是很不一樣的喔 基本上來說 CPU標示的TDP越大 代表發熱越高 不過實際上 像處理器標示的TDP 跟它實際發熱有所差距 請作為參考看看就好 而散熱器所標示的 則代表它的解熱能力 TDP越大解熱能力越強 不過也不是絕對 因為散熱器根據設計不同 或是環境因素 都有可能造成誤差 基本上就是越大越好啦 一般來說有風扇的產品 應該都會看到這三個英文字 RPM 它是Revolution Per Minute的縮寫 也就是每分鐘的轉速 相信大家應該對它也都不陌生 越高的轉速就意味著 它吹的風力越強 也就是說散熱效果越好 但是相對的噪音就會更大 不過以上也並非絕對 不同的廠商有不同的頁片設計 馬達技術等 所以噪音或是風力 還是要實測之後才會了解 下吹式散熱器的設計 就是風吹的方向 是與CPU層垂直的 Intel以及AMD的原廠風扇 都是採用這種設計 通常會隨附在它們大部分的產品中 僅有少數高端產品不會隨附 下吹式散熱器的優點 就是高度較低 適用於大部分的機殼 那缺點則是散熱能力 通常相較其他類型的散熱器 表現起來沒有那麼出色 快瑞科技在眾多老品牌中 算是相對年輕的 但是它們憑藉著自身的專利技術 在各方面的表現 可是一點都不輸給老廠商 C7RGB下吹式CPU散熱器 專為ITX機殼玩家的設計 輕薄的設計加上豪放不羈的RGB燈效 在平常零件較少選擇的ITX機殼中 瞬間成為亮點 透過獨家的專利 四項進氣設計 就算整個機殼塞滿滿 也能善用到每一點珍貴的冷空氣 為小機殼玩家帶來更好的效能 按鈕 音樂 當你自己組了一台不錯的電腦 想要做一些比文書更進階的用途 例如玩遊戲、剪影片等 對於處理器的負載提升時 處理器的溫度也會隨之升高 這時候散熱器就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啦 塔型散熱器相對於下吹式散熱器效果會好上許多 但它的高度通常也會高上很多 因此買塔扇需要注意機殼的支援問題 通常塔扇都會標榜底部材質 或者是有幾根導管 像是桶底、四導管之類的 基本上選購時拿兩個比較 同樣標示選數字大的準沒錯 利民科技為一間專門設計電腦散熱器的廠商 2001年成立至今 為了CPU散熱不遺餘力 台灣很多常見的空冷或者是散熱膏 都出自他們家之手 ARKEN IBE塔型散熱器 擁有旗艦級的八根燒結銅導管設計 然後雙14公分PWM控制風扇 隨著溫度隨時改變轉速 以及鏡面銅底與全散熱片鍍孽抗氧化 TDP更是高達逆天的320W 完全不會輸給高階水冷 可以說是空冷玩家的好選擇 用空氣冷卻我們稱為空冷 而液體冷卻我們就稱為水冷 很多剛開始組電腦的朋友 可能聽到水冷就快高潮了 其實先別著急 我們在電腦中最常見的風扇大小 簡單來說為12公分風扇 那一體式水冷常見的規格有12、24、36公分 也就是1到3個風扇版本 12公分水冷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當作 塔散的另一種型態 一方面散熱能力差不多 一方面則是價格也差不多 不過通常會選擇12公分水冷的原因 可能大多是因為機箱高度的限制 處理器端水冷頭通常都小小一塊 主要散熱風扇又可以裝到別處 安裝起來較為彈性 但是由於水冷散熱在設計成本上 還是較塔散高了一點 所以同樣散熱能力的前提下 可能就會貴一點點 因此機殼夠大的話還是以塔散為主吧 不過24或是36公分水冷可以說是不同檔次了 在散熱效果上通常相較於12公分水冷或是塔散好的許多 足以應付高階處理器 在高負荷下穩定使用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水冷的價差算是滿大的 然後各家也有外觀炫炮的款式 依照自己的需求購買就行了 Cooler Master就如同他的英文名字一樣冷卻大師 早期用散熱器起家 後來將產品線延伸至機殼電源供應器等 在這些類型的產品之中口碑也是很不錯 Master Liquid ML240 RGB V2 搭載兩顆氣流平衡扇以及全彩的RGB燈效 另外他還有全新設計的雙槍體水冷頭 除了華麗的外觀以及強大的散熱能力之外 內部用料也毫不馬虎 可以安全的將水冷液留在散熱器內 避免外露雙層編織管線 除了耐用之外也把質感更加提升 因此可稱得上是玩水冷玩家的好選擇啊 我們今天對散熱器的介紹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Enterbox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